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海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11.重病处理 观察症状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极为重病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籍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姜粉泥或姜汤 用于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在按推症状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患处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患处 如此既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又可使将之温热效果得以持续 且在病情需要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通过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积极地把心情及体力调整好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如此诊疗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以上处理方法 除按推属医疗外 其余方法 皆属保健 可见重病处理是手重保健 一级通过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热能不足以保命 其次才是医疗 一级通过按推解除体伤以治病 此外 不仅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 及任何含量性药室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 如此既有助于修复体伤 也有助于巩固疗效 一 外内热源 处理重病患者 必须外内热源并用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酒 热水带 红豆袋 暖贴 各种电热产品 姜粉 姜粉泥 姜汤等 其中姜粉 姜粉泥 姜汤 可大面积涂抹或喷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内热源 内热源包括姜片 姜粉 姜粉泥 姜汤 参片 参粉 参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可将其作为调味料 应用在饮食 使任何食材都可煮成温热性食物 以利身体将其吸收转化为热能 其中姜粉 姜粉泥 姜汤 不仅可单独服用 以全面改善体质 还可借由灌肠 清洗 喷或低鼻腔 口腔 眼睛 阴道 使其直打患处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且在病情需要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例如将姜与辣椒粉 越细越好 或辣椒 加花椒 所熬煮之浓汤混合使用 使姜之药性由温转热 又如将电热器或电毯调至高温 总之 外内热源之姜 不仅要用于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还要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 以及其他外热源 如暖贴 红豆袋 电热器等 并在生活中通过运动 休息 及良好心态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命 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但法无定法 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 仍应以患者能接受新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1.外热源 重病患者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至于居住环境 应保持安静整洁 及空气流通 并且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以 比如天气太热或太寒 可用空调调整室温 在临床上 处理疾病症状乃至异常形态 可先于体伤位置 用温热水冲洗 或电热器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 再稍微用力将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至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两到三遍 在用温热水冲洗后 以其他外热源 如电热吹风机 电热器 红豆袋等温敷 或不经温热水冲洗 直接用其他外热源温敷 温敷后 再浮移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解除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异常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 癌肿瘤 肌瘤 硬结 肿块等 按推其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 或从原有窗口 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此接触体伤修复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也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 才会消得更快 但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 必须用姜汤清洗干净 否则结痂会阻塞体内液体流出 以致病情反复延荡 甚至留下疤痕 简炎汁 除透过电热器外 窗口周围 还可用姜粉或姜粉泥等温敷 然后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 再用浓姜汤 清洗从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或保鲜膜等包扎 若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 毒液灼伤 干血 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多次处理 亦可在睡前将电热器或远红外线 对肿换处 保持安全距离 如此就能整夜进行 总之 若无窗口 可用姜汤 姜粉 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患者觉得浓姜汤太刺激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亦可改用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汤 二 内热源 内热源的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不仅可单独服用 还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及灌肠 一 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为确保姜的品质 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小土姜 浓姜汤是针对重病患者 以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鲜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 上限1500克 干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 上限150克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 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 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服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若患者水肿、尿频、痰多 可改服姜丸、姜粉或姜粉泥 重病患者用姜量 要有少见增、见效极致 虽低于常规用量一可 其后增减 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而且只有在经过按推、温敷、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之 一级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服用浓浆汤出现症状 基于症状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因此只要外置守法 及外内热源到位即可化解 可见姜仍可继续服用 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 仍觉得姜太辛辣而不愿服食 可改以姜加西洋参、生晒参、红参、甘草、龙眼干、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生汤或姜丸 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生汤性温亦被吸收 且患者多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 红参常规用量50克至75克 上限150克 总之 内热源用量之多寡 及其药性之强弱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浆汤与浓生汤 主要是给予重病患者 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浆汤或淡生汤或淡浆生汤 重病患者要落实温热性饮食 其食材及调味料 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 而是要少用含粮性调味料 多用温热性调味料 让任何食材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一级煮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醋的情况下 加入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虚煮熟 必要时甚至虚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需配汤 腹部重病患者通过外内热源及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若无效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以当机腻断改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究其原理 姜性温热 用以灌肠可直达患处体伤 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期间还要配合按推 外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处理 不仅可自我疗愈腹部 胀痛 欲呕 食不下 胃溃疡 胃出血 腹内出血 痛经 子宫下垂 贫尿等症状 还可达到通便止泻 恢复体力的目的 由此可见 能够快速疗愈腹部症状 使重病患者转微为安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姜灌肠 虽然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都有解除腹部病症之效 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速变的效果较佳 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 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 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的效果 则介于两者之间 此外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姜灌肠每天可多次 以加强温暖腹部器官 使疾病得以快速疗愈 不过再好的方法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重病患者显向命危已现 若只用热源及按推 却无身、运动、心、情绪、观念配合 则终将失败 运动方式有拉筋、柔软操、太极拳、瑜伽、爬山、爬楼梯 腹地挺身、腹卧撑等 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 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 比如咳嗽、胸闷、手麻等病症 可选择腹地挺身 腿麻、膝痛、怀痛等病症 则可选择爬楼梯 一步两节 室外运动已避免太冷或太热 易出汗怕冷者 静及身体前后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事后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 运动贵在坚持 不可一铺食寒 且须量力而为 若要加量 应通过审慎评估 确认安全无语 才能循序渐进 缓慢增加 否则过量 非但不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恢复健康 反而会消耗大量热能 甚至危及生命 总之重病患者日常 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体 缓慢调息 随时活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亦不宜久躺久坐 如此落实 等热能渐充 体力转佳 体伤改善 各种疾病症状 自然都可自愈 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 既不可长途旅行 舟车劳顿 也不可工作繁忙 过于劳累 虽然充分休息很重要 但亦不宜长卧久坐而不动 此外 还要保持规律生活坐息 不可熬夜 以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误赖床 并杜绝方式 重病患者容易情绪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 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更伤身体 要内心保持平静 就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 所以只要因改善了 果就会消失 明了此理 就不需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 即使遇到各种恶极 仍要坚信 唯有从因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若适于愿违 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症状恶化 且体力衰退 则以冷静反思 这是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运动 做不到位 还是观念不清 情绪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 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易或此已超过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 以利及时理清真相 做出正确判断 且修正偏差 否则贪快 而用含量性钥匙或手术 一不小心 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总之 重病患者 应澄清思虑 反观自省 常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情绪大幅波动 绝不可忽思乱想 自成心结 若有负面情绪 家人已随时观察 开导 鼓励 若病情好转 行有余力 能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最后需注意的是 重病患者 虽不需太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故饮食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又应避免寒凉与劳累 且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增强体质 杜绝复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